我们现在来谈一个比较严肃的话题 关于癌症 我们知道影响人类健康和寿命 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疾病 在所有疾病当中 癌症又是最主要的一种疾病 这有一组数据 全世界约20%的人死于癌症 癌症是全球发病和死亡的主要原因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15年最新报道 仅仅2012年就有约1400万新发的癌症病例 而且有820万例死于癌症相关疾病 我们国家 癌症的发病和死亡人数分别占到了全世界的25%左右 形势十分严峻 那么什么是癌症呢 简单一点说 癌症是由癌细胞引起的疾病 癌细胞它脱离了细胞社会性调控 它的真值失控 而且具有侵袭临近组织 并转移扩散到身体其他细观的能力 它具有这一特点 我们把这种细胞就叫做癌细胞 由癌细胞引发的疾病就是癌症 转移是癌症致死的最为主要的原因 那么癌症和肿瘤说的是同一回事吗 严格意义上来讲 二者实际上是有区别 简单一点说 肿瘤就包括良性与恶性肿瘤两大类 所谓的良性肿瘤 说的是不会侵袭和破坏临近的组织 也不会向远处发生扩散转移 往往保持在它的固有位置 因此呢 这种肿瘤它的危害相对来说比较小 我们称之为良性肿瘤 良性肿瘤可以通过手术摘除 很少复发 比如一种皮肤表面的醉生物 油就是一种典型的良性皮肤瘤 良性肿瘤细胞之所以能够保持在其固有位置 有一个原因是因为细胞表面还存在着连着分子 因为连着分子的存在 赋予了良性肿瘤细胞不转移不扩散的特点 因此呢 它的危害比较小 但是呢 并不是说良性肿瘤就一点危害都没有 比如说 如果说这个良性肿瘤它过度生长 就会挤压正常的组织 如果说良性肿瘤它分泌一些生物活性物质 如生长激素等 往往啊可以引起枝端肥大 而恶性肿瘤呢 它和良性肿瘤差别很大的 恶性肿瘤它最显著的特点就是 具有侵袭及向远处扩散和转移的性质 正如刚刚所说 转移是癌症致死的主要原因 因此呢 恶性肿瘤它具备这个能力以后 往往在临床上引起癌症 它的致死性特别的明显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 癌细胞它有哪些基本的特征 我们从细胞生物学角度 来理解癌细胞它的生物学基础 它的特征 应该讲 不同癌症 它实际上有不同的特征 即便是同一种癌细胞 它里边的不同癌细胞 其特征也是有差异的 每一种癌细胞 它有差别 这个就是癌细胞的抑制性 不管怎么讲 我们能够从不同的癌细胞之间 往往能够寻找到一些共性 其共性之一 就是生长与分裂 失去控制 癌细胞之所以 能够成为癌细胞 它的最显著的一个特征之一 就是生长与分裂 失去控制 我们知道 正常的机体当中的细胞 它的生长分裂 甚至近细状态 都是受到严格调控的 从而保证到这些细胞 在正确的时空 执行其特定的生命活动 与此相反 癌细胞它失去了控制 这一特性 主要是源于 癌细胞对信号的依赖 及响应 与正常细胞 有很大差异 癌细胞对 胞外生长信号的依赖性 它会降低 而且 对胞外抑制生长的信号 它有抗性 这两方面加起来 就会让这个癌细胞 失去了它的社会性 成为 盼金 力道之徒 我们以RAS蛋白为例 RAS蛋白是由 癌细胞编码的一种蛋白质 正常情况下 当生长因子 刺激细胞表面的受体以后 RAS蛋白通过结合GTP 它的活性就可以发挥出来 引起信号向下游传递 细胞 增殖 生长 出现相应的表情 经过短暂活化以后 在GTP酶 活化蛋白 GAP的帮助下 RAS蛋白 它可以随解GTP 活性关闭 从而将信号中止 但是 在癌细胞当中 这个RAS基因 发生突变了 结构异常的RAS蛋白 它尽管能够活化 但是 不能够随解GTP 因此 它会持续处于 一个活化状态 不断地向下游传递信号 从而 引起细胞增殖 引起细胞生长 这种正常调控 它失去了控制 事实上 在人体中 有十分之一的 肿瘤细胞 确实是发现了 RAS基因的突变 或者说 有十分之一的肿瘤 它的细胞当中 发现了RAS基因的突变 癌细胞 第二个特点 也是让人 不含而立的特点 就是它具有 浸润和转移 扩散的能力 这是区别于 良性肿瘤的 最显著特征 肿瘤在一定大小范围内 它的表面细胞的增值 与内部细胞的死亡数量 大体平衡 但是当肿瘤发展到 一定程度以后 肿瘤细胞 会分泌一些酶 从而少除其转移 道路上的一些成分 比如说包外机制 包括基地膜 通过这种倾胀作用 它可以进入血管 或者是淋巴管 并通过血液循环 或者是淋巴途径 进行转移 在这些扩散转移的细胞当中 有不到万分之一的癌细胞 它可以连着在血管壁上 并通过血管壁 进入器官 在一个新的器官上 长成一些克隆 形成一个转移罩 那么这个呢 就是癌细胞的 浸润和转移扩散能力 在这一过程当中 尽管我们到现在 还不是太清楚 转移后的肿瘤细胞 与原发肿瘤细胞 它们之间有多大的差异 而且也不清楚 在肿瘤发生 发展过程当中 肿瘤细胞是如何逃避了 免疫系统的监视 但是呢 在肿瘤发生早期 这些肿瘤细胞 往往是不具备 转移扩散能力的 而是随着肿瘤的发展 细胞逐渐获得了一些 恶性的形状 细胞 间的相互作用 与基因表达谱 发生了显著改变 我们与上皮细胞来源的 癌变为例 上皮细胞 它要发生癌变 产生癌细胞 就与上皮 兼职细胞转型 立切相关 在这个转型过程当中 细胞的 一概念蛋白 它的表达降低 从而让细胞 连着 性降低 它也会 分泌一些 消化基底膜的酶 这些酶 它要增加 上皮 兼职细胞转型 对于上皮细胞 获得 侵袭和转移的能力 是细胞 癌变的一个关键 那么 癌细胞表达谱 发生改变 我们可以通过 一些 现有的生物技术 来呈现这一试试 比如说 我们可以通过 基因芯片 来看 癌细胞 它的表达谱 发生了哪些改变 事实上 通过 现有的一些手段 可以发现 癌细胞的蛋白质 它的表达谱系当中 往往出现一些 在胚胎细胞中 所表达的蛋白质 比如 在肝癌细胞中 它可以表达 胚肝细胞中的 多种蛋白质 比如说 甲胎蛋白 此外 多数癌细胞中 它具有较高的 端粒维活性 这个呢 也是和正常细胞 特别是 正常的体细胞当中 端粒维活性很低 是不同的 癌细胞 还异常表达 与其恶性增值 相关的蛋白质 主要是一些转动因子 它的过量表达 根据表达谱的改变 在结合 在血液循环当中 一些转移扩散的癌细胞 对它们进行筛查 就可以为临床证断 特别是优化个体治疗方案 提供极大的帮助 癌细胞的 基本特点之三 就是它的代谢 能量代谢 发生了改变 我们清楚 癌细胞生长很快 而过快的生长呢 使得细胞 经常处于一种 缺氧状态 因此呢 癌细胞的代谢 和正常细胞 它是有不同的 但是非常奇怪的是 癌细胞的能量代谢呢 它的奇怪之处在哪呢 就是在二十四季早期 有一位诺贝尔奖 获得者的一个 德国科学家 瓦伯格 他首次发现了 肿瘤细胞的糖代谢 较正常细胞 相比呢 更加旺盛 即便是在有氧的条件下 肿瘤细胞 它的糖效解呢 依然明显活跃 肿瘤细胞 这种活跃的 有氧糖效解 成为瓦伯格效应 这就非常奇怪了 为什么奇怪呢 因为我们知道 通过糖效解 产生ATP的效率 远远比在线离体当中 通过氧化磷酸化 产能效率要低 那么 肿瘤细胞 为何偏向于 有氧糖效解呢 肿瘤细胞 通过有氧糖效解 它有什么生物学意义呢 事实上 尽管糖效解途径 叫限离体氧化磷酸化 产能效率要低 但是呢 通过这种途径 恶性肿瘤细胞 也是可以从活跃的 糖效解代谢当中获益的 比如说 糖效解代谢 可以补充细胞所需要的 能量ATP 其次 通过糖效解 肿瘤细胞 还可以通过糖效解 获取中间的代谢产物 而这些产物呢 可以用于脂肪和蛋白质的合成 从而满足 肿瘤细胞活跃的 合成代谢需求 此外 还有学者认为 糖效解产生了大量乳酸 乳酸的产生 就能够导致 肿瘤所在的微环境 酸化 而这种酸化的微环境 则对肿瘤细胞 有着保护作用 那么 肿瘤细胞 有氧糖效解 它的分子机制是哪些呢 简单一年讲 有很多研究认为 肿瘤细胞 它自主维持 这个Walberg效应 这一特征 与细胞当中 PI3K AKT M2 MIC RAS 包括RAF等 癌基因的过度激活 以及 EI基因 P53 P10的 失活 直接相关 当然了 正是因为 癌细胞 存在 Walberg效应 因此呢 它会 摄取大量的 葡萄糖 在细胞当中 那么才使得 对患者进行 扫描的时候 癌细胞 能够选择性的成像 这实际上就是 一种分子成像 那么 这种成像呢 也为检测 癌症的发展 以及肿瘤治疗 提供了一个 检测的把镖 第四个 癌细胞的 基本特征 就是 如果我们将 癌细胞 在体外培养 会发现 体外培养的 癌细胞 它失去了 接触意志 在正常细胞 培养的时候 当细胞 相互接触以后 这些细胞呢 就不再生长 我们把这一现象呢 叫做 接触 依赖性意志 但是呢 肿瘤细胞 在体外培养的时候 只要有营养 它们就会 不断地分裂 增殖 即便是相互接触 也还是会继续增殖 这一现象呢 跟在体内情况类似 它不存在 接触 依赖性意志 第五个特点 就是 癌细胞当中 大量基因 发生了突变 而且呢 染色体 呈现出 非准备性 癌细胞的种种特征 归根结底 主要源自 起遗传物质的突变 癌细胞基因组 与正常细胞基因组 相比 差异极大 在染色体水平上 也表现为 染色体的 非准备性 什么是染色体的 非准备性呢 其实说的就是 分裂项当中 或者说在细胞当中 染色体 发生了 丢失 或者说增加 从而导致呢 它的染色体 数量发生改变 这个呢 就是染色体的 非准备性 在这个图当中 我们看到 人的结肠癌细胞 它的染色体呢 是49条 这49条 和我们正常的 二杯体细胞相比 是16条相比的 它就明显的 多了三条 49条 它不是23的准备数 这就是染色体的 非准备性 染色体 非准备性的出现 有不同的机制 比如说 癌细胞中 低因素质检验点 它功能的失常 导致 未复制的染色体呢 分离到子细胞 还比如说 仿脂体装配检验点 功能的失常 低因素质检验点 功能的失常 等等等等 都可以导致 染色体的异常 和错误分离 出现非准备性 这些内容 在细胞抽象中 做详细介绍 尽管染色体 非准备性 在肿瘤生成中的 具体作用 还不太清楚 但是呢 染色体 非准备性 导致癌症 发生的理论 已经得到了 很多实验证据的支撑 比如说 白血病 往往是染色体 非准备性 导致形成的 现在我们来看看 一个正常细胞 它是怎么发生 发展成癌细胞的 细胞癌变的 遗传基础是什么 癌细胞往往源自 单个细胞行为的改变 我们知道 在人体内 每一个正常细胞的 生长 增殖 分化 死亡 甚至是近息 都受到其他细胞的调控 表现出了 高度的社会性 这种社会性呢 恰好是 整个机体 功能正常的基础 人体含有 10的14次方个细胞 每天 都有无数多的 细胞发生变异 而且变异的类型呢 也比较多 有些变异 使得细胞 自身的生长 增殖 及存活能力 比周围的细胞 要强 细胞间 社会联系 遭到破坏 这些细胞呢 往往就容易呢 发生癌变 癌症的发生 发展 往往要经历 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呢 是增强细胞 生长增殖能力的 一系列突变 第二个阶段 是突变的肿瘤细胞 它的生长 包括细胞间 社会性 联系上失 细胞增值加快 又到血管生成 等等等等 而第三个阶段呢 就是肿瘤细胞 它通过血管B 进入血管和淋巴系统 最后一个阶段 就是肿瘤细胞的转移 它转移到远处器官 形成新的转移造 经历这么一 四个阶段 癌症的发生 发展呢 就成了 从这个发生 发展过程 我们可以看得到 遗传变异恰好是 癌症发生和发展的关键 由正常细胞 转化为肿瘤细胞 使基因和外部因素 相互作用的结果 那么有哪些外部因素 来作用于细胞 导致细胞发生癌变呢 总的来讲 有三大类 第一类就是物理致癌物质 物理致癌物质 就包括紫外线 电力辐射 而第二类呢 就是化学致癌物 化学致癌物 就包括黄旋梅毒素 食棉 生 等等等等 第三类 就是生物致癌物质 生物致癌物质 常见的就是 一些病毒 细菌 或者是寄生虫 引起的感染 它们能够导致细胞 发生癌变 关于生物致癌的 一些因素的话 我在这儿多说两句 由于这些生物的感染 在感染部位 往往能够形成一些 胭症危环境 胭症危环境的形成 免疫细胞迁移到这些部位 它们能够产生生长因子 甚至重建包外机制 那么这些都被认为是 刺激了肿瘤的发生 事实上 流行病学调查表明 约20%的肿瘤 与慢性感染有关 比如说 人的乳头状瘤病毒 与子宫颈癌的发生有关 疑心肝炎病毒与肝癌 油门螺旋感菌 与胃癌的发生 均密切相关 不管是物理的 化学的 还是生物的致癌物 它们之所以 可以导致细胞发生癌变 是因为这些致癌物 损伤了细胞基因组的 完整性和稳定性 并导致基因发生突变 或者基因表达发生改变 根据基因在细胞生长 增殖中的功能 我们把与肿瘤发生 发展相关的基因 分成两大类 第一类是原癌基因 什么是原癌基因呢 就是在正常情况下 它促进细胞的 正常生长和分裂 如果这一类基因 发生突变 它的突变的结果是 它的编码产物活性升高 或者说是过表达 从而让它的功能 更强 突变的基因 我们又把它叫做癌基因 第二类基因 叫做抑癌基因 什么是抑癌基因 就是正常情况下 编码产物 抑制细胞增殖 但是呢 如果这类基因发生突变 它突变以后 起编码的产物呢 它活性将丧失 这是两类 与细胞生长相关 这两类基因 恰好是两类基因 它们的突变 或者是变异 然后呢 跟细胞产生癌变 密切相关 与关癌基因的研究 比较早 早在1910年 有一位学者 叫佩顿劳什 他将肌翅膀 接替组织 肉流通过研磨以后 在过滤 将过滤物 注射基的翅膀 这个时候就发现 注射部位呢 长出了新的肿瘤 那么原因是什么 其实当时并不清楚 后来才知道 之所以将过滤物 注射基正常的翅膀 它能够产生新的肿瘤 是因为过滤物当中 含有病毒 后人呢 称这种病毒 叫做老实肉流病毒 那么为什么 老实肉流病毒 能够将正常细胞 转化成肿瘤细胞呢 其实通过对 老实肉流病毒 它感染细胞的 一个过程了解 就发现 当老实肉流病毒 感染细胞以后 通过一个 逆转瘤的过程 生成CDNA 病毒的CDNA 整合到宿主基因组当中 这个时候呢 细胞发生癌变 这个过程是清楚的 但是呢 为什么细胞发生癌变呢 结果呢 非常惊讶地发现 之所以 当细胞感染了 老实肉流病毒以后 发生癌变 癌变的元凶 其实就是 老实肉流病毒当中的 一段CDNA 而且这段CDNA呢 发现 它对病毒自身的生存和复制 都不是必须的 这段CDNA就是 萨克基因 因为它在病毒里边 因此呢 我们也把它叫做V 萨克基因 其实就是一个病毒癌基因 正因为有了病毒癌基因 存在 因此呢 当老实肉流病毒 感染细胞以后啊 它就可以将正常细胞 转化成 癌细胞 更令人惊讶的是 后来在正常细胞中 也发现 细胞里边 含有 萨克基因 它和病毒的 萨克基因 是同源的 而且同源性很高 因此呢 我们把这个基因 叫做 C 萨克基因 也就是说 是细胞的 萨克基因 那么病毒 当中的 这个萨克基因 它是怎么来的 它具有致癌性 是怎么来的呢 通过进化分析 就发现 其实呢 早期的 老实肉流病毒 并没有 V萨克基因 当它感染 极细胞以后 带走了一份 细胞的萨克基因 并在病毒内 发生了变异 形成了具有 致癌性的 V萨克基因 通过序列分析 发现了 二者编码的 氨基酸差异 非常小 大约只有4% 事实上 大量的 逆转如 肿瘤病毒的 癌基因的 获得方式 以及改变 正常细胞的 基因的方式 都与 老实肉流病毒 类似 比如说 禽水细胞 流病毒的 尼克基因 等 这一类 逆转如病毒 它 癌基因 起源 都是起源于 细胞当中的 原癌基因 除了 RNA逆转如 这种病毒 以外 还有一类 肿瘤病毒 是DNA肿瘤病毒 DNA肿瘤病毒 它的致癌基率 与RNA肿瘤病毒 致癌基率 是不一样的 我们知道 引起 宫颈癌的 人乳头瘤病毒等 这些病毒 它感染细胞以后 它产生了 癌蛋白质 确实是 与细胞当中的 一癌蛋白质 结合 结合以后 引起细胞增殖 失控 最后发生改变 从这儿 我们知道 这种DNA肿瘤病毒 引起细胞发生癌变 往往是因为 产生了癌蛋白质 与细胞当中的 异癌蛋白结合 抑制了细胞当中 异癌蛋白 它的功能 最后 引起细胞增殖失控 癌变 人乳头瘤病毒 它的一个 一气基因编码的产物 它就是通过这种方式 引起细胞癌变的 这种一气基因编码的产物 它可以插入到 RB蛋白当中 使得与RB蛋白结合的 一个转路因子 叫做E2F 从上面简历下来 引起活化 从而启动了细胞 通过G7检验点 导致细胞增殖失控 简单一点说 癌基因 其实就是控制细胞 生长和分裂的一类正常基因 当然我们很多时候呢 又把它叫做原癌基因 原癌基因或者癌基因 它发生突变了 可以引起了正常细胞 发生癌变 与细胞当中的原癌基因 相比呢 病毒里边 它也有癌基因 其编码的蛋白质 除了刚刚所说的 这个SAC基因 这种编码产物以外 还编码了一些生长因子 生长因子 受体 信号转到通路中的分子 基因转路的调节因子 以及细胞凋亡相关的蛋白质 还有低于修复相关的蛋白质 和细胞周期 调控蛋白等等 因此呢 癌基因是很大的一类基因 不管是什么 那么癌基因 或者叫原癌基因 它们在正常情况下呢 其编码产物 都是促进细胞增殖 只不过当它发生癌变的时候 它的促进功能 不但没有丧失 反而更强 那么在没有肿瘤病毒 感染的情况下 细胞会否发生癌变 答案是肯定的 因为细胞内 有大量的原癌基因 其功能获得性改变以后 它会促进细胞增殖 能力增强 从而导致细胞癌变 那么原癌基因 突变成癌基因 有哪些主要方式 首先呢我们知道 在原癌基因编码区 它发生点突变 或者说是缺失 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导致 其编码蛋白活性增加 比如说 以RAS蛋白为例 正常情况下 RAS蛋白 它的活性非常短暂 但是呢 一旦RAS蛋白发生点突变 细胞生长刺激活性呢 就会持续下去 这正如门铃坏了 没有人造法 也会不断响铃一样 我们把这种突变 就叫做功能获得性突变 显然功能获得性突变 因为它只需要一个拷贝的基因 发生突变 那么它的功能呢 就显现出来了 因此呢我们知道 功能获得性突变 其实呢 是一种显性突变 除此以外 还有在基因的调控区的突变 以及基因发生复制 或者说染色体发生虫排 这些突变形式 都可以导致原液基因 表达量增加 或者说表达产物活性增加 MIC基因 比如说 它与免疫球蛋白基因 发生融合 融合以后呢 它可以持续产生 大量的MIC蛋白质 使得细胞增值失控 而且MIC基因 它的复制 也可以导致自身的 大量表达 使得细胞增值失控 有一种染色体 叫做费尘染色体 费尘染色体呢 就跟基因的融合有关系 费尘染色体说的是什么 说的是 因为费尘染色体呢 最先发现于美国 费尘的一名癌症患者 因此呢 把它取名为费尘染色体 费尘染色体在 很多慢性水细胞性 白血病患者当中都有 也通过染色体显代 可以证明 费尘染色体呢 其实是9号和22号染色体 长臂异味的一个结果 通过9号和22号染色体 它的长臂异味 使得9号染色体 长臂上的原癌基因 ABL 和22号染色体上的 BCR基因 重新组合 形成一个融合的基因 这个融合基因表达以后呢 就增强了ABL 烙氨酸鸡酶活性 它的鸡酶活性 一旦增加 就可以激活 ZK2鸡酶 以及State5 转路因子 结果呢 在细胞没有 包外生长因子 刺激的情况下 这个细胞 也会因为 ABL 烙氨酸鸡酶活性增加 而源源获得 生长增殖的信号 如果这种异味 发生在 骨髓造血细胞中 就会导致 慢性粒细胞 白血病 它的一个病症呢 就是都知道的 白细胞增多 那么 根据它的 发病原因 发病原理呢 在临床上 可以研发一些药物 来抑制 癌细胞的增殖 达到治疗的目的 其中 甲黄酸 伊玛蒂尼 这种药物 商业名字呢 叫做格雷胃 就是 第一个 抑制细胞信号 转导 蛋白肌酶活性的 一个抗癌药物 之所以这个药物 能够起到一个 抗癌的效果 它的原理呢 并不复杂 就是 在慢性的 粒细胞性 白血病的 癌细胞当中 ATP分子 它可以结合 刚刚所说的 BCR ABL融合蛋白 通过ABL 催化底物 瘤酸化 产生增值信号 伊玛蒂尼 这个药物 它刚好啊 就能够占据 其鸡酶活性 位点 它是一个抑制物 占据了 这个鸡酶活性 位点 以后 ATP分子 就不能够 结合上去 结果呢 就使得 这个 ABL 这个脑酸蛋白 鸡酶 它不能够 活化下游底物 使得 JK2 State5等底物 不被活化 从而 癌细胞增值呢 就不会再发生 从而抑制了 癌细胞的 生长增值 达到一个 治疗的效果 EI基因的突变 刚刚我们所说的 都是 癌基因 它的突变形式 它的突变以后 所发挥的作用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看 第二类 以细胞 癌变相关的基因 EI基因 EI基因怎么突变的 它的突变形式 怎么样的 简单一点讲 EI基因的突变 就是一种 功能 上失性突变 言下之意 要两口 倍的 EI基因 发生突变 那么 它的 抑制细胞 增值的功能 才会上失 因此呢 这实际上 是一个 隐性突变 EI基因 编码的蛋白质 是细胞增值的 一个刹车 主要有以下 几种类型 比如说 EI基因编码的 藏物 可以一直 进入细胞周期 比如说RB 这个蛋白质 它可以将细胞 一直在记忆期 也可以一直细胞增值 它的受体 或者信号蛋白质 比如说TGFβ 还有啊 可以是细胞周期的 酌蛋白 比如说 当低音受损以后 引起P5酸的活化 从而将细胞增值 一直下来 还有是 促进细胞 凋亡的一些相关蛋白质 以及参与 低音修复的蛋白质 那么这些基因 它的突变 将会导致呢 它的抑制细胞增值 功能上失 最后呢 都是说 增强了 这个细胞的增值能力 让细胞有机会呢 发生癌变 因为 异癌基因的突变 是隐性突变 因此呢 它往往需要 两个拷贝都发生突变 它的突变效应呢 才会体现出来 而细胞每次增值当中 发生突变的几率 大约是10的 负6次方 要两个拷贝都突变 这种几率更低 是10的 负12次方 从理论上来讲 两拷贝都突变 这种几率很低 细胞癌变的可能性呢 就极低 但实际上呢 异癌基因 第二个拷贝 功能上失性突变的几率 比这个要高得多 可以达到10的 负3次方 那么是什么机制 导致这么高的几率呢 其中有一种机制 是说的 在体细胞的染色体当中 只有一份 异癌基因发生突变了 我们说这个 是叫做扎合脂 那么体细胞染色体呢 它扎合性可以丢失 怎么丢失的呢 就是在体细胞增殖过程中 一对扎合的等位基因 通过同源染色体的 重组的形式 从而可以得到 两个存合的等位基因 因此呢 细胞中 如果说有一个 突变的EI基因 那么它通过染色体的重组 复制好的 突变的EI基因 取代了野生型的EI基因 这个时候啊 就大大提高老细胞当中 该基因功能完全丧失 细胞发生 癌变的几率 EI基因功能的丧失呢 当然还可以通过 基因启动子区域 C基序列中的 C甲基化 这是一种 较普遍的一种现象 在有些种类当中 比如说 RB基因启动子区域 甲基化 甲基化以后呢 结果基因不能够转路 因此呢 细胞增值呢 就会失去控制 既然由正常细胞 变成肿瘤细胞 往往涉及到 基因发生变异 那么是否意味着 任何一个基因 发生了变异 那么这个细胞 就会发生癌变 或者说 有一个正常细胞 可以轻而易举地 变成一个 肿瘤细胞呢 显然不是这样的 这儿有一句话 我觉得说得非常 准确 就是什么呢 肿瘤是基因 突变积累 和自然选择的结果 怎么来理解这句话 我们先来看看 前半句的意思 肿瘤是基因 突变积累的结果 怎么能理解这句话呢 肿瘤的发生发展 往往伴随着 一系列基因突变 或者说是 表观云生学的改变 每一次突变和改变 都是成功地 增强了细胞的生存 和增值能力 都比正常细胞 有更强的 承受低氧和营养缺乏 等不利环境因素 因此的话 基因突变 它一定是要朝着 增强这个细胞 生存能力 增强的方向 进行发展 我们以上P细胞为例 来看一看 上P细胞在 癌变过程中 其实呢 起初是 不经意地 发生了突变 有些突变 发生以后 对这个上P细胞 没有什么用处 当然有些突变呢 它就会 让这个上P细胞 变成一个不良的细胞 其生存和增值能力 增强了 在这些细胞当中 某些细胞 在发生第二次突变 通过第二次突变呢 其生存能力 更强 我们可以形象说 这种细胞 就更坏 那么 发生第二次突变以后 这些细胞 尽管生存能力增强了 但也并不是说 马上就变成一个癌细胞 往往啊 还要需要发生 第三次突变 最后呢 才能够变成一些 十而不设的癌细胞 形成大的克隆 然后呢 就转移 就扩散了 那么显然 从第一次到后边 往往呢 发生了好几次突变 而且呢 这些突变很关键 都是增强了细胞的 生存和增值能力 在这一过程当中 癌变要经历 多次突变 或者是表观预算学的改变 一般情况下 关键的突变 或者是改变 可以多达四到六次 且每一次变异呢 都必须增强 它的生存适应能力 因此呢 通过这种 多次突变积累 一个正常细胞 它才逐渐的发生 发展成 恶性程度 越来越高的 癌细胞 此外 在肿瘤发生 发展过程当中 我们其实知道的 如果说 有疑似突变 不是朝着这个细胞 生存能力 增强的方向突变 那么 它就 有可能呢 就中途而废 或者说 就被免疫系统 识别 把它清除掉了 因此呢 癌变呢 就半途而废 不成功 因此呢 从这些内容来看的话 肿瘤发生 发展 确实是一个 基因突变积累 和自然选择的结果 除此以外 在肿瘤发生 发生过程中 即便是在原发部位 我们也能够发现 这种肿瘤啊 形成的克隆当中 其实有不同的癌细胞 这些癌细胞的性质 其实是有差异的 在遗传物质上 在遗传组成上 它也是有差异的 我们把这一点呢 叫做肿瘤细胞的 抑制性 正因为有了 肿瘤细胞的 抑制性 这一特点呢 才为临床 肿瘤治疗 带来了很大的 困难和障碍 我们可以通过 癌细胞 和正常细胞 基因组 扫描的方式 来看看 癌细胞 它的突变位点 有多有多少 通过基因组 扫描就发现 一个正常细胞 变成癌细胞 其实 它发生的 突变位点 很多很多 在这些突变位点当中 如何确定 哪些突变 才是癌变的关键 哪些突变 不关重要 这正如决定 一辆汽车 前进的方向是司机 而非乘客一样 一个正常的 合格的司机 对车辆运行的安全 至关重要 那么怎么确定 哪些是细胞 癌变的关键基因 可以看 突变频率 也可以看 突变以后 那么细胞 行为改变的 大小 通过 突变频率的 比较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 这些关键的基因 往往突变频率 是很高的 比如说 你可以通过 比较 不同的 节制伤害患者 癌细胞基因组 就发现 跟节制伤癌 它的发生发展 发生癌变 密切相关的 关键基因 往往有 APC P53 KRAS 我们以 节制伤癌 形成为例 看一看 肿瘤式基因 突变积累 和自然选择的结果 正常情况下 结肠上皮细胞 它的 限流性 结肠 吸肉基因 简称 APC 这个基因 发生功能 上死性突变 就可以使得 所在细胞 发展成 阳性吸肉 如果说 这些细胞 它的 KRAS 基因 突变 导致 KRAS 蛋白 活化 这些吸肉 可以进一步 发展成 二类线流 如果说 18号染色体 长臂 某些基因 丢失 就可以发展成 三类线流 当 P53基因 再丢失 就发展成 恶性肿瘤 如果再发生 其他的一些变异 那么 这些恶性肿瘤 就可以转移 由于这个过程 往往是 很多个基因 发生突变 涉及到一些 关键基因 最后 要形成一个 转移罩 形成癌细胞 最后转移 这个过程 往往需要 十年 或者是 更长的时间 因此 从这个角度上 来看的话 癌症 往往是一种 老年性疾病 癌症 可谓是世界上 研究最多的一种疾病 但是 细胞如何 癌变 肿瘤 如何生长 仍然难以 回答清楚 在研究当中 和临床上 有两个现象 很有意思 第一个现象 说的是什么 就是在恶性肿瘤组织中 并非 每个癌细胞 接种到 免疫缺陷的 罗属体内以后 它形成 肿瘤的能力 都一样 一般的癌细胞 它的 形成肿瘤的能力 很低 往往需要接种 10的6脂肪以上的细胞 才能够 但是呢 有些癌细胞 少量的接种 就能够在 罗属体内 长成肿瘤 这是 第一个现象 第二个现象 就是 肿瘤在治疗过程当中 通过 放疗 或者是 化疗以后 会发现 尽管有一定的效果 但是呢 在很多情况下 总有少量的癌细胞 它能够存活下来 几年以后 它又能够 引发 长成新的肿瘤 引起肿瘤的复发 那么在肿瘤组织当中 不同细胞 成流能力不一样 通过放疗 和化疗治疗以后 总有少量的癌细胞 能够坚强地 存活下来 原因是什么 有学者提出了 一个新的理论 这个理论呢 就叫做 肿瘤干细胞理论 用肿瘤干细胞理论 来解释 来回答这两个问题 就非常有意思 那么什么是 肿瘤干细胞理论呢 说得很简单 就是在肿瘤当中 在肿瘤块当中 其实每一个肿瘤细胞 都是有差异的 这种差异 不仅仅是体现在 遗传方面 而且呢 在细胞水平上 差异也非常明显 那么肿瘤干细胞 是什么呢 就是说的 在肿瘤当中 有类似于干细胞性质的细胞 我们把这类细胞 就叫做肿瘤干细胞 和正常的干细胞相比 肿瘤干细胞啊 仍然具备两个最基本的能力 第一个能力就是 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 也就是说 肿瘤干细胞能够自我增殖 这个叫自我更新能力 第二个能力就是 肿瘤干细胞通过增殖 它可以分化 或者说可以成熟 成熟为特异的癌细胞 这个能力 那么正因为 肿瘤干细胞 具备了自我更新 和分化成熟的能力 很多人都认为 它是形成肿瘤的祸根 是万恶之源 因为肿瘤干细胞 它是一种理论 这种理论的提出 其实还有些实验证据来支撑的 那么存在肿瘤干细胞的 实验证据是什么呢 最先发现肿瘤干细胞 是什么时候 是1997年 由多伦多大学的一位学者 叫做江蒂肯 这位科学家 从白血病患者的血液当中 分离到了少量细胞 它把这些细胞 接种到罗鼠体内 就发现 这些细胞接种量非常少 但是治癌能力却非常强 能够让罗鼠产生白血病 这些细胞就好像是 正常的造学细胞的 错误版本一样 因此当时就把这类细胞 叫做肿瘤干细胞 后来在乳腺癌 在结肠癌 在脑癌 还有一腺癌 等等实体肿瘤当中 也相继获得了肿瘤干细胞 也都认为 有肿瘤干细胞的存在 这些肿瘤干细胞 在不同类型的肿瘤当中 其实所占的比例非常小 大致有1%到3% 但是它的存留能力却非常强 接种少量的几百个肿瘤干细胞 那么到罗鼠体内以后 它就能够形成肿瘤 这些肿瘤干细胞存在 那么是如何分选到的 这个要归功于 要得益于肿瘤干细胞 它的表面标识 和正常的肿瘤细胞 或者说和正常的干细胞 是有差别的 比如说白血病肿瘤干细胞 这一类肿瘤干细胞 和其他的癌细胞相比 它要表达CD34这个受体 但是CD38这个受体不表达 因此根据表面标志 可以用单空抗体来识别 识别以后 把这些肿瘤干细胞 把它拿到 拿到以后 就可以进行成流能力实验 等等等等 这儿有个问题 也就是刚刚所说的 接种少量的肿瘤干细胞 就可以形成肿瘤 那么问题就来了 少量的肿瘤干细胞 它是如何维持肿瘤存在的呢 这儿有一个图 肿瘤当中 它有少量的肿瘤干细胞 这些肿瘤干细胞 它能够无限的增值 它的增值速度较慢 但是呢 由于它能够增值 它就能够形成大量的 短暂增值的癌细胞 以及少量的新的肿瘤干细胞 这些短暂增值的癌细胞 它能够分化 能够成熟为癌细胞 这些短暂增值的癌细胞 分化成熟为癌细胞 这些癌细胞呢 最后呢 它实际上是会自然死掉的 而存活下来的呢 就是肿瘤干细胞 因此呢 肿瘤干细胞的存在 它可以补充新的癌细胞 形成并维持肿瘤的存在 所以说肿瘤干细胞啊 它对于肿瘤的形成和维持呢 是至关重要的 那么肿瘤干细胞 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 肿瘤干细胞来自于什么地方 在很多情况下 体内 肿瘤干细胞 往往是来自于已有的干细胞 就来自于正常的干细胞 或者说来自于正常的主细胞 甚至是体内 一些中末分化的细胞 它也能够通过基因突变 这种方式呢 形成肿瘤干细胞 那么知道这些以后 那么肿瘤干细胞啊 这个理论呢 有一些实验证据来支撑 也能够回答 解释一些实验现象 但是呢 还是有不少的学者 怀疑肿瘤干细胞的存在 正因为这样 美国科学杂志 在2015年发表了一篇文章 标题翻译成中文就是 肿瘤干细胞的豪肚 说什么意思 就说的 有些学者呢 尽管不相信肿瘤干细胞的存在 但是呢 还是有不少科学家 和一些研究机构或者说一些公司 相信肿瘤干细胞存在的 他们是 好赌 就像一场赌博一样 如果说确实是 广泛存在肿瘤干细胞 那么通过研究肿瘤干细胞 获得的数据 对于临床上肿瘤的治疗 将是至关重要的 对肿瘤治疗的策略 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事实上 针对已有的一些癌症 比如说 一线癌 肺癌 就发现了 针对 这些癌症当中的肿瘤干细胞 针对这些癌细胞的 肿瘤干细胞的 一些NOTI2或者是3的受体 可以开发一些药物 针对 卵巢癌 肿瘤干细胞 NOTI配体 以及白血病 肿瘤干细胞 白剑术3的受体 来开发一些药物 这些药物 其实已经进入 临床二期实验 因此 通过肿瘤干细胞 来研究 以肿瘤干细胞为平台 可以筛选 能够杀死 肿瘤干细胞的一些药物 这个时候 相比较传统的一些 化学药物 那么它的效果 应该说就会更好一些了 传统的一些化疗 尽管可以杀死 大量的肿瘤细胞 但是因为肿瘤干细胞 它有抗性 而在肿瘤当中保留下来 最后它可以复发 重新形成肿瘤 而我们如果说是 针对肿瘤干细胞的药物 就可以杀死肿瘤干细胞 即便是剩下的肿瘤细胞 它也会因为自己不断死亡 而让整个肿瘤消失 如果这个时候 联合用药 既能够杀死 肿瘤干细胞 又能够杀死 一般的癌细胞 那么这个时候 效果更好 更加的快 因此呢 肿瘤干细胞 在这些科学家眼中 他们认为是广泛存在的 不管是 关于什么样的一些研究 肿瘤干细胞更是如此 对于肿瘤的治疗呢 也是 因为科学就是这样 要敢于探索 哪怕有失败 也总会给人希望 肿瘤的研究 尤其是这样 感谢观看